那我是非常敏感的人 超級 超級敏感 所以我對孩子 老公 其實我老公常常進來的 第一個動作 我大概就知道 他今天的狀況 那包括孩子也是 你知道我兒子在國中的時候 你知道國中那個時候 萌萌朵朵 總是對感情會有一點點 情鬥粗空 對 然後我們那一年去泰國玩 他就在那個曼谷包那邊看很久 我就覺得說 應該有喜歡的女生 所以他就說 是不是要買包包送女生 她說對 我就幫她買了一個包包 然後回去很開心 隔了兩天 我就發現她回到家之後 她臉很憂鬱 我想說兩天前 我們才在泰國買了曼谷包 回來送 我就看到我兒子這樣 我就說韓靜 我們這禮拜天 要不要去小人國玩 我想說拉她出去散行 結果在禮拜天 在開車到小人國的途中 我兒子就在後面 就唾棄了 怎麼了 我在想說 我帶她出來是對 她應該是忍不住了 對 她就越哭越大聲 我說韓靜怎麼了 我 我 我才送她寶寶 她 隔天就跟別的男生出去 好可愛喔 所以整個去小人國的當下 其實我就帶她出去看看 散散行之後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女孩子你們這時候 其實她也沒有什麼想法 她會覺得說 可能都是朋友 或是她覺得那個男生是她更喜歡的 那你好心送她 她不忍心拒絕 我就這樣 我就覺得說 那一趟小人國之後 我兒子後來回到台北 就整個心情就好很多 抒發了 那女兒的話 因為前陣子考試 壓力很大 她一進門臉很臭的時候 我就知道讀書壓力 你知道巨蟹座的爸爸 就是永遠會很白目 像當你的孩子 念書壓力的時候 你看她進房間 你最多就是 可能水果有沒有什麼好吃的 或要問她好不好吃 她如果真的不要 就不要打擾她 她自己會去 她的空間 對 她自己的空間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說女兒好像最近壓力太大 有點不開心 我說看我們這禮拜天 有空會不會帶她去 租飯店或什麼 讓她開心一下 然後我老公就 好啊 就敲她女兒的門 我想說你敲她門幹嘛 然後我女兒就說 什麼事 Fifi啊 Fifi 故意 像當你很氣的時候 你爸在外面 她的關係的程度很粗糙 對 她就Fifi啊 要不要吃什麼 Fifi出來啊 跟爸爸聊聊 你知道小女生聽到這樣子 對 這麼會開心 我說孩子這時候 就像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還在那邊 老王啊 老王啊 老王搞不好很有情趣 覺得很有情趣 你會開心嗎 你跟屈哥也會耶 他跟屈哥就是這樣 我就是屈哥啊 屈哥真的是比較敏感一點 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說有嗎 不是 我們就比較大蠟蠟 對啊 我跟他很好玩喔 我們住很近 然後有時候我會做麵包做什麼 他就會說我最愛司康了 那你知道我們處女座的人 就聽到了 會喔 我就會趕快做 有一天跟他錄影 我就拿去給他 對 那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去花蓮玩 他就說 花蓮的扁食好好吃喔 我就想說 我的朋友喜歡扁食 我就買回來 然後跟我老公想說要散步 我們就從我家走到他家 給他扁食 因為我覺得這都是朋友這樣 四方跟扁食 我也好愛吃喔 好奇怪喔 我都很不好意思 我說你們還走過來 然後他當下他還很客氣說 沒關係沒關係 我跟宗明哥剛剛吃完飯 然後我們就兩個來散散 還有這麼好的鄰居 對 我就會朋友的 有時候講話我就會記住 然後因為我很少會去留他的鹽 因為我知道他可能也不會看 哪有啊 然後前兩天他就PO了一個可樂機 他就說做了很多 然後小孩吵架 害他一個人吃 那你知道我們這種人很很敏感的人 我們又不輕易隨便留鹽 我想說好吧留個鹽 因為我沒吃過可樂機 我就鼓起勇氣寫說想吃 沒反應 然後過了幾分鐘之後 Vicky按讚 然後按完讚之後想說 應該會留什麼嗎 不是 到現在沒有 不是 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那個可樂機是我女兒 二女兒突然說他想吃可樂機 然後他講了好幾天 然後那天我就想說 好吧那我就心血來炒 我家裡也有材料 我就去做了 做完要起鍋的當下 因為他在跟他妹妹吵架 我說你們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而且我覺得你不要再用言語霸凌你妹了 就是對他講話客氣一點這樣子 你這樣子對他我覺得很殘忍 結果他就生氣 他就說對啊對啊 你就是偏心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聽到偏心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抓狂了 然後我就先把 好OK我就放在心裡 我就先把東西盛起來 起鍋了然後還擺盤 我說好囉 可樂機做好了 你不是想吃嗎 趕快出來吃喔 我還按住我的那個情緒 結果他就說不用了不用了 你就是給你們家亮亮吃就好啦 你們兩個自己去吃吧 我就整個大雅空了 我說好啊好啊 你就不要吃了 然後後來我問亮亮亮亮的說 媽我不想吃 你們家的糾紛跟後來糾紛 對啊那你到底 你的可樂機到底有沒有給他 沒有沒有重點是我在 而且你應該說 只有他一個人吃 他會更想到我就不會 對啊 他現在一直在解釋耶 然後我一起來吃 我要掌成因後果 可是因為我吃那個可樂機 吃了兩個兩三個之後 我就覺得食不知味 而且我覺得我第一次做 也沒那麼好吃 那一直到我 一直到我情緒緩和下來之後 我在看臉 在滑手機嘛 在看到皓蘭姐講說想吃 然後我的直覺只能按讚啊 其實我只會按讚之後 我本來如果平常的我 我會說一句謝謝 可是當下我沒有情緒 所以我就沒有跟她說謝謝 想吃為什麼要說謝謝啦 就想吃 對啊 她現在跟你討欸 她已經拿了花蓮餛飩 就還能那個康氏 我必須承認 就是我真的是一個很遲鈍的人 而且我真的必須告訴大家 浩蘭姐是一個非常 超級行動派的好朋友 你知道有一次 她也是在臉書上PO一個水果 然後那個水果我沒有看過 然後我只說這是什麼啊 然後浩蘭姐就解釋了那個水果 我叫波羅蜜 反正就是在臉書這樣互動而已 然後後來晚上我就回到家 就我覺得就很放鬆 我就洗了澡 換了一個很輕便的衣服 然後敷上面膜 就聽到我家喔 不是門鈴聲是敲門聲 然後我就偷偷的開了一個縫 結果你知道是誰嗎 我整個我的臉 敷的臉我還捨不得撕掉 因為我剛敷嘛 結果你知道是誰 你好 我是余赫蘭的爸爸 我給了爸爸 他叫他爸爸送菠蘿蜜給我 我剝好了菠蘿蜜 我就跟... 因為我爸住他們家附近 我就跟我爸說 妳可不可以幫我送去給Vin 妳很好喔 我好剝成一袋 用袋子裝好 然後給我爸送去給他 算了啦 可樂雞自己做 對啊 妳改天再買一隻雞 然後一瓶可樂 然後就拿去他家 我後來真的 他按讚都沒回應之後 我就想說沒關係 沒關係我自己做 我當天真的就去買可樂鮪 我自己做了可樂鮪 沒有 我記得有一次我做那個麵疙瘩 他跟Paul也說很想吃 後來他們也是自己 就回家做了 因為妳沒有做給他們啊 他說麵疙瘩 然後我跟Paul 因為Paul也是一個很熱情的人 然後我們就講說 麵疙瘩好好吃喔 他也沒回應啊 還是妳是覺得說 他們不是真的要吃 只是就是練習 對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自己 那麼會煮了 已經是看不上我這種手 對 你想想吃湯 妳家的可樂機就是不一樣 好的好的 我下次知道了他的建議 好 像我超人媽媽 我就要部署所有的一切 為家人做好所有的保養準備 像我老公他前一陣子 跟林心如跟陳藝涵 拍了一個偶像劇 對 他就叫我把每一個片段 都要把它剪下來 對 然後我終於要趁小孩子半夜 已經睡著了 略倒之後 我才有那種 happy hour 我自己做功課 所以我半夜都是很花眼睛 對 在那邊截圖 而且他最近又是 他叫我要把所有他播的 球賽的片段把它剪下來 網友的截圖 他說他好還要更好 我們要一起求進步 還可以花錢去請人家剪就好了 就是我 他也不花錢 他覺得他生日辦得還滿好的 對 那你下次還抱怨你睡到十一二點 那就是因為你剪影片剪太晚了 對 他也不知道 我半夜在那邊剪影片 然後剪到早上真的 眼睛都已經快要脫窗了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 所以我應該要補充一些葉黃素 來改善我自己 但是我吃了一段時間 就會覺得單吃葉黃素 效果是不夠的 後來我在媽媽群組 就有人推薦我 水嫩精亮葉黃素 他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名字 叫精亮小子 它裡面不僅有葉黃素 更含有全方位精亮保養的五大成分 讓你Turbo版的加強保養 Turbo 對 Turbo 像是葉黃素 它是守住第一關的防護罩 第二大成分就是靠 玻尿酸前驅物 它的玻尿酸小分子好吸收 可以幫助你保濕 讓你水汪汪 再加上還有第三大的是 蝦紅素 它守護精亮的能力 是葉黃素的兩百倍 再來還有第四項 三桑子的花青素 它是英國皇家空軍運用的 最佳成分 空軍 對 空軍都在用 英國皇家他們 那種皇室用的東西一定都是 再來國外還有最新的研究 柑橘類黃銅 它可以讓你整個人很放鬆 促進我們的新陳代謝 讓我整個人非常的明亮的起來 透過這五大成分 保護力360度更加升級 讓我整個人更明亮 像我現在整個人都非常的舒服 我半夜滑手機 隔天起來還是非常的明亮 水汪汪 它還有通過農藥中金屬塑化器 微生物檢驗合格 吃了更安心 媽媽就是做了把關 然後再照顧全家的身體大事 這太好的媽媽了 對 你這個交給爸爸 他們就不會去 爸爸哪管啊 爸爸整罐倒進去 喂 他們不會去做功課 對 你今天聊的主題 你有什麼樣感受 我插不上話 這都是你們女人家 我的感受就是女人真偉大 是 女人真的 我們要好好的克服她 愛護她 我們就是你們的台積電好嗎 是 就是 就是說如果台積電是護國神山的 那個 家裡的這一位太太 她就是護家神山 請麻煩回去安泰座好不好 安泰座 安泰座 安泰座不如安泰座就對了 對啊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也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呢 如果什麼意見可以上 我們的粉絲團的專頁來留言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回去做可樂機喔 然後不給你笑 對啊